罗芳愿与中方加强高层接触 扩大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在21世纪持续发展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有号访问 陪同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的有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 商务部部长陈德明 文化部部长蔡武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谢福瞻 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邱小雄 外交部副部长伍大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振起 各位观众 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于今天上午成专机抵达这里 开始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当温家宝抵达时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 到机场迎接 温家宝与金正日金永南金英日 热烈握手拥抱 护之问候 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朝鲜人民军军乐队 奏中朝两国国歌 明里炮二十一响 温家宝在金英日 平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仪仗队 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晓明 及中国驻朝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 华侨留学生代表 朝鲜各界群众 也到机场迎接 温家宝一行乘车 前往平壤市区途中 数十万平壤市民 身着节日盛装 挥舞中朝两国国旗 花束和标语 告呼中朝友好口号 家道欢迎 温家宝在金英日陪同下 站在敞篷汽车上 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并多次下车与他们握手 车队途经平壤凯旋闻时 朝鲜少仙队员 向温家宝敬献鲜花 并给温家宝系上红领巾 随后 温家宝从机场直接前往锦绣山纪念宫 瞻仰金日成主席怡荣 并敬献花篮 温家宝在留言部上提词 深切缅怀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金日成主席 国庆盛典让国人兴奋 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看者 都深受鼓舞 为之自豪 在全国各地 人们通过电视 收看到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 大家在听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后 深受鼓舞 就感觉很亲切 就像给老百姓说心里话一样 就替咱们老百姓把心声说出来 特别胡锦涛书记将来 也说了将来的展望 我们更有凝聚力 更有力量了 夜里11点 延安火车站非常热闹 因为参加国庆庆典的 一千多名安菜妖鼓手回家了 最后我们 在天安美国庆 一国家表演就值得 非常值得 奥运冠军周世明说 能够站在北京奥运方阵的彩车上 是自己人生中一次自豪的经历 我们在奥运会上站在了彩车上 都是用一种中国人的这种自欺 来面对全世界 去管理的人每个人都在那里 有内而发的 都在那里各参自己的祖国 我们一定要把这份荣誉 化作崇高的政治责任 化作我们巨大的工作动力 参加国庆阅兵的我国 首批16名歼机机女飞行员 昨天回到了辽宁锦州 空军第三飞行学院 在飞行学院的训练场上 他们再次组成梯队 将五彩哈达 献给学校的全体师生 在这次阅兵过程中 我们培养了一种阅兵精神 就是不怕鼓不怕累 将决完成任务 我们也发扬这种精神 在我们的飞行道路上 争取飞的更多奔源 向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作为我的中国心 方队的一员 一名90后 能够参加这次国庆方队 向威说 这将是自己人生中 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而事实证明 我们是相当出色的 10年以后的70年清点上 我想我们90后 会成为主力军 到时候我们会 以我们自己的成就来证明 我们是最棒的 盛大的国庆阅兵式 和群众游行 向世界展示了 生机勃勃的中国形象 当天有不少外国友人 在天安门观礼 他们不仅亲身见证了 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并相信 未来的中国 将会在世界舞台上 继续扮演和平的重要角色 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 亚太区秘书长 彼得伍兹先生 1978年就曾来过中国 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大进步 来自日本的清水哲太郎 和森夏养子夫妇 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威武雄壮的阅兵士 激情澎湃的群众游行表演 让他们深受感染 受邀前来观礼的俄中有协主席 祭塔联科形容这是一场 梦幻般的盛大庆典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让他印象深刻 这位中国通认为 中国的发展是把自己的发展 与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 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国防力量 那么现代化了 这个力量是为了公共和平 保护和平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六世华旦国庆盛典 引发的民族自豪感 营绕在中国人的心头 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力量 和中国信心 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 走过一个甲子的新中国 仍将稳步自信前行 连日来 许多手机用户 普通网民通过发送短信 网上留言等方式 评议国庆盛典 抒发爱国情怀 这是记者 今天在中国移动手机报的 接收平台上拍到的彩信留言 手机尾号2704的用户留言 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运昌盛 人民生活在和谐幸福的大家庭里 从内心里涌起自豪 幸福 骄傲之感 手机尾号6006的用户留言 胡主席的讲话 自信从容 展现了大国风范和历史责任感 令每一位中华儿女 闻之心潮澎湃 这是10月1号中国移动手机报推出的 与祖国同行 记录身边的感动互动活动后 收到的用户留言 活动期间 每天都有近万名手机用户 用彩信记录国庆大典的感人瞬间 反映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 用户他可以随时 把自己身边的感动 身边的变化 自己的喜悦心情 拍摄上传过来 共同的分享 祖国的建设成就 国庆当天 央视网站通过网络电视 手机电视 移动传媒 IP电视等新媒体终端 对庆祝大会进行全球同步直播 创下了262万用户 同时在线收看的最高记录 这几天 庆典视频点播节目 边看边聊 亿万网民祝福祖国等互动活动 每天都吸引数以亿计的海定外网民参加 从1号到4号这几天 其实是热度不减 整体的网民的访问量已经突破8亿 现在已经开始笨9亿了 中在首长检阅 然后首长讲话 还有分裂式阅兵的这几个阶段 今年工程师江富远 十一档天在外出差 手机电视让他及时收看到了国庆直播 许多高校的学生 还沉浸在庆典带来的振奋激情中 他们有的自发的组织在一起看重播 有的在网上选取精彩视频 和朋友一起重温辉煌的时刻 每看一遍 我觉得就更加激发了我们这种爱国情怀 我们真的有这个责任 更加肩负起这个担子 把新中国更好的建设下去 今天一大早 刚参加完国庆庆典的航天科工集团的 科技人员就聚在一起 今年的国庆阅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 11个型号的装备精彩亮相 让这些科技人员既感的骄傲 又深知责任重大 广大科技工作者也纷纷表示 胡总书记的讲话 更加激励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国庆庆典上 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 我们感觉到 我们要面对挑战 抓住机遇 为我们国防武器装备 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的王志发 作为能源领域的代表 参加了国庆庆典的花车游行 今天刚刚返回大庆 就来到了钻井台上 和同伴们聊起庆典时的心情 他仍旧激动不已 当时给我感觉非常震撼 使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组 是一个有很大非常凝聚力的国家 虽然不能亲临国庆庆典现场 但是作为我国煤炭和核电领域的专家 上海涛和林承阁 这几天的心情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反电腹地的变化 感受非常非常深 特别激动 看了庆座这个活动以后 一方面是感慨 一方面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虽然已经是76岁的高龄 林承阁不但依然在参与我国 最新型核电站的建设 还在培养年轻一代的核电工作者 福兴之路是非常任务非常艰巨 也是给我们身上很大的压力 我作为一个老兵 也要为这个国家的做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 本台消息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 祖国我为你骄傲 国庆盛典启示之一 现在播送本台评论 自强不息创造辉煌 剑笑苍穹气壮河山 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 让世界聆听到新中国奋进的坑枪脚步 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到改革开放 从走进新世纪到既往开来 共和国的每一步跨越 都谱写出自强不息的篇章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 从香港澳门回归到战胜天灾 举办奥运 中国的奇迹靠自强不息的品格去创造 路正长 九万里风棚正举 历史启示我们 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面对未来 需要我们继续奏响 自强不息的奋进之歌 掌握了自己命运 团结起来的人民 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不断创造历史伪业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大家以各种方式 分享祖国繁荣发展的喜悦 这也让今年的红色旅游特别火 在重庆红颜村 一群可爱的孩子 在老师的带领下 在这里缅怀革命先烈 我准备去那个 白宫馆杂志东那些 我儿子想去一些地方啊 我想去看一会儿那些 以后我会更加珍惜 给今天的生活生活 好好休息 孩子们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新中国60周年之际 重游红色圣地 感受先烈情怀 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今年根据我们各预定的情况 和今年这个长假的情况 估计今年观众在45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35% 除了孩子们自己的纯真愿望 不少家长也希望 通过红色之旅这样的方式 对自己的孩子 进行一次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 大家还总得了解一下 我们建贵的一些历层 国区给我们先烈的付出 在贵州遵义 经过修缮的 遵义会议会址 以崭新的容貌 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预计今年长假 遵义会议会址 将接待游客 十万人次左右 就发现修缮之后啊 感觉还是这个 修旧如旧 而且给人感觉呢 就是虽然说修缮了 但是它的风格并没有变 而且内涵也增加了不少 国庆长假到毛主席家乡 韶山去 成了众多游客的首选 接着到10月2日下午4点 景区当天接待游客达6万人 相对于广场 毛主席故居的人流 则显得更为密集 以至于景区不得不将道路 通过警戒线一分为二 刚刚经历了国庆庆典 激情喜悦的各地群众 又迎来了中秋佳节 人们赏明月共祈福 再歌再舞欢度传统节日 昨天晚上2009月圆南宁 国际狂欢夜在南宁激情上演 来自世界21个国家的近千名嘉宾 与南宁群众一起欢度中秋佳节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族村里 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 跳起民族舞蹈 共赏中秋明月 兄弟姐妹在一起这样 我都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也有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 中秋佳节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的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一场甲板联方会 让远在他乡的官兵倍感欢乐 中秋月色美 关爱暖人心 吉林省孤儿学校的一场 由孩子们自编自导的中秋晚会 让他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江苏省如东的孩子 则与甘肃惠宁的孩子 手牵手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佳节 在安徽社县江西雾远 龙腾愉悦 民族表演舞出了农民的精细神 我们舞这个农的意思是 五谷风筝 国泰宁安 风调雨顺 在中国桂花之乡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 中秋季月 把古老的月亮崇拜 与当地桂花种植习俗结合起来 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风筝 在沈阳南运河 江北水城 山东辽城 广东惠州的东江 八方游客泛舟赏月 看美景 别有一番情致 敲木鼓 放河灯 共祈福 江上放灯的千年民俗 把浙江黄言 云南西双版纳 河南交座群众的祝福 带到了远方 万人大巡游活动 昨天在香港九龙举行 万名青少年载歌载舞 欢度中秋佳节 昨天是中秋节 在万家团圆的时刻 当年怀着急切的心情 乘着飞机坐着火车 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可曾想到 那些送您回家的人 他们的节日 是怎么度过的 10月3号下午6点30分 动车司机苗志刚 准时走进了派班市 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 他却要开始执行 一天当中第三趟 往返于北京和天津的驾驶任务 驾驶着目前世界上 运营速度最快的列车 苗志刚 跑趟天津只需要29分49秒 而整个过程 却要精神高度集中 每一个弯道 汇车都要喊口令提示自己 桥梁弯道 注意 一标检查 检查上 他叫素风 是东方航空公司 北京分公司 空客330飞机上的一名机长 在素机长20年飞行生涯中 领导常常把最重要 特别是重大节日的 飞行任务交给他 今年的国庆中秋两节 也同样没有例外 中秋快乐 你小爸爸不 小爸爸 我的爸爸还回不来吧 今天飞行了 从他现在长到10岁 我真正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很少 很少 也是 屈指可处吧 所以说每次说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都很内疚 从下午到晚上 飞机在北京上海之间 飞了个来回 中秋越满 但是素风还要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回家只能是劫后的事情了 今天来自我国南北不同地域的122架各型授月飞机全部撤离北京返回部队驻地 授月官兵们从昨天早上七点开始陆续从北京周边的五个机场起飞 首批撤离的是16架直8直升机 其中包括国庆阅兵空军直升机梯队的10架授月飞机 两架空中备份机和4架地面备份机 一个半小时后 两架空警2000和三架空警200预警机也呼啸而起 轰游6歼8和女飞行员驾驶的轿8飞机也同日归舰法堂 参与南院机场保障授月飞机的400多名地面人员 几十吨各种物资器材以及40多台保障车辆 将通过空中转运和地面运输两种方式返回驻地 剩余战机今天全部归队 1952年10月 邱绍云所在的志愿军某师87团奉命攻占391高地 在执行潜伏任务中 敌机向其所在潜伏区投掷燃烧弹 邱绍云身上着火 为了不暴露目标邱绍云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 今晚我台综合频道焦点访谈之后的人民英模专栏 将播出专题片邱绍云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据商务部监测10月1号到3号全国签加重点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40亿元 同比增长15% 家电金银珠宝秋冬服装主妇食品汽车等呈现旺销态势 今年陕西省榆林市定边线的万亩玉米高产创建示范片 亩产达到1023.2公斤 这是国内首次实现玉米万亩莲片的亩产量超过1000公斤 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5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站1710兆瓦项目 近日在宁夏十岁山市正式并网发电 收录了国庆60周年庆祝大会 国庆阅兵联欢活动及历次国庆大阅兵的音像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 今天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讲述普通西藏人生活与情感故事的五集纪录片《西藏一年》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及20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播出后 受到各界好评 将于近日在北京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等百所高校放映 今年第17号台风巴马向台湾逼近 当地气象部门今天凌晨5点半 发布中度台风巴马陆上台风警报 同时发布暴雨警报 新中国六十华旦之际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捷克 科罗地亚等国政要 纷纷发表讲话 胜赞中国取得的成就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出席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 向全球华人致以节日问候 他说 我为你们的成功感到高兴 巴基斯坦人民同中国人民共同分享这一幸福时刻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弗洛雷斯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赠送铜牌 并代表委内瑞拉人民 向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 捷克总统克劳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他衷心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的进步与发展 克鲁地亚总统梅西奇致辞说 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值得很多国家借鉴 忠心祝愿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快速稳健的发展势头 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连日来 海外媒体也高度关注新中国六十华诞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题目是中国的胜利 文章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 不能不让人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感到静默 中国找回了在殖民屈辱中丧失的自信 法国欧洲时报的评论说 中国道路成就了中国奇迹 而在中国道路背后是一种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 与当代文化的新文化 美国中华商报也发表社论说 六十年来英雄的中国人民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用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阿富汗最大英文报纸廖旺发表专栏文章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 展现了六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的综合国力 菲律宾商报的时事竖评说 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很短暂 但新中国伟大成就的效应和影响却是长期的 下面请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同朝鲜总理金英日举行会谈 温家宝表示 中朝有益是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和培育的 经受了时代风云变换的种种考验 不断巩固和发展 今年是中朝建交六十年 也是中朝友好年 六十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双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帮助 文化上相互借鉴 多边事务中相互协调 为促进两国各自发展维护朝鲜半岛 及本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温家宝说 回顾中朝关系六十年的发展历程 有几点重要启示 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两国一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二是相互帮助深化友谊 中方向朝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帮助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朝鲜也给予了中国帮助和支持 三是互利合作互通有无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四是协调配合 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温家宝强调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辟未来 我们愿同朝方一道 继续本着继承传统 面向未来 目立友好 加强合作的精神 切实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 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使之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 促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中方愿与朝方保持各领域各层次的交往 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发挥互补优势 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扩大人文交流 夯实中朝友好的社会基础 金英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 表示祝贺 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取得的新的更大成就 金英日表示 朝方珍视朝中传统友谊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希望以两国建交60年为新的起点 推动朝中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关于朝核问题 温家宝表示 中方对朝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表示赞赏 坚持这一目标 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 符合包括朝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利益 通过对话 协商实现半岛无核化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方愿同朝方加强沟通协商 金英日表示 实现无核化是金日成主席的疑讯 朝方从未放弃 愿通过双边多边对话实现这一目标 朝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双方就新建中朝鸭鲁江建合公路大桥达成一致 决定正式启动大桥建设相关工作 下面请看简讯 爱尔兰公投委员会3号宣布 李斯本条约在2号举行的公投中获得通过 对此欧盟和各成员国领导人表示欢迎 李斯本条约有助于改革欧盟机构 简化欧盟决策进程 保证欧盟的有效运作 但它的生效必须得到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批准 爱尔兰是欧盟唯一采用公投来批准条约的国家 日本前财务大臣中川昭一今天在东京家中突然死亡 被发现时他身上没有明显外伤 家中也没有发现遗书 警方正在对死因进行调查 今年2月中川在参加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 因以罪态出席记者会而广受批评 随后他被迫辞职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